演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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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世界上的 好 commitment 今天要說什麼呢 妳們呢 很多朋友跟我說 他們學廣東話都是從 TVV 劇集電影 歌曲裡面學 这肯定学语言就是一个必经的 必要的这么一个手段 从各种媒体上学 对不起你会听到嘖的声音 那是我在举水啊 在烧水 今天我想说 很多剧集里头或者小评里头 有时候会装成广东人说两句话 那么有一句特别夸张的叫做 这种是它加了口音 可能是不是要攻击任何人 是加了潮州人的口音 叫做但是实际上这句话 广东话叫做就是非常少 不要紧 小事一桩 It doesn't matter 或者是 It's not a big deal 就不是什么大事了 你们能把这些事给办好啊 十十岁啦 意思就是说 哎呀 清而易举啦 举手之劳啦 小意思啦 小 case啦 这就是sup s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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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二个呢 是叫做 喊喊得 闲闲得吗 闲闲得 嗯 不是 对 是闲不住的闲 闲闲得 好 闲闲得是什么意思呢 喊喊得 就是说一下子赚不过弯 叫做至少吧 嗯 比如说 哎 这张生意你大概能赚多少钱啊 哎 很难得 拾个亲来两千万啊 这电视里头经常这么说 对不对 比如说 哎 这生意你能赚多少钱呢 哎呀 至少 我能赚个一两千万吧 所以这个就是 喊喊得 那我刚刚说了一个 喊喊得 只需要拾一两千万啊 为什么我们不叫赚呢 叫拾 就是减的意思 那么拾就是减的意思 嗯 然后我在跟大家说个小笑话 嗯 我有个朋友吧 他在广东人的餐馆里打工 老板是香港人 普通话当然很拙劣 没办法表达出来 所以基本上所有的话都是 呃 广东话之意的 然后他就跟我朋友说 呃 呃 你去把那个东西 呃 加熊熊啦 加熊熊 然后我的朋友就过来跟我说 他说好尴尬啊 姐 这个加熊熊 如果是让我多加点呢 还是少加点呢 呃 我就觉得特别可爱 特别可笑 呃 有时候熊熊这个字在广东话用的很多 比如说问你啊 哎你饿了吗 熊熊啦 就是有一点点啦 呃 然后或者有人说 呃 呃 你要不要添点饭呢 呃 吃饱了吗 呃 你说哦 好啊好啊 帮我添少少啦 听熊熊法呢 就是添少少饭啦 不要太多 呃 然后或者 呃 你受伤了 人家问你 呃 疼吗 呃 你说哦 熊熊啦 有一点点啦 就这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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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